据台媒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普瑞哲接受访问时指出 美国不应对台开绿灯 导致台湾采取不符美国目标 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的政策 普瑞哲现为华盛顿智库 布鲁金斯研究院 东亚研究中心客座资深研究员 将出版以台湾为主题新书 其书中写道 美国宣誓性政策的明确程度 需考虑台北推行的政策 以及这些政策是否可能挑战大陆利益 甚至激起大陆采取军事行动 基于过去经验 华盛顿需谨言慎行 误给台湾开绿灯 而使其推行不符合美国目标 甚至引起战争风险的政策 普瑞哲说 所谓误开绿灯一计 美国不该告诉台湾地区领导人 你可为自己的未来采取任何行动 即使这将会引发战争 我们也不会不计代价保卫你